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未必会因应到我们可以做一个壳上去配置其他的器材 其他苹果的产品 例如是iPhone4、iPad就可以用这一款外置式的测试器 更加支援三星手机 虽然可以随时随地测试体内的酒精含量 但喝了酒就设计不要开车了 现在又不少人因为过度使用轻触式手提电话 而幻想各种痛症 例如是板击纸或者售碗酸痛 经常玩手机游戏 亦都容易令手部受伤 这款是可以连接电话使用的游戏手提 身边也有很多游戏在手机上 但只用两个手指好像玩得不够好 不够灵活 于是我们就出了一个轻触器加上去 令到玩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更多功能 手掣利用蓝牙操作 支援iOS和Android系统 用户只需要连接手机 就可以在游戏中使用手掣 iPhone你要这样移动的时候 或者你要按键的时候 现在用这个蓝牙的GamePad 就可以取代到它这个操控 打横玩的游戏一样没问题 更加可以把电话夹在架上 玩起来就更方便 但现阶段支援的游戏并不多 每个手掣售价大约是300元 公司说已经卖出大约10万只 现在这个世代 随时随地都可能需要上网 尤其去到外地 找酒店 找餐厅 找夜玩 甚至是找人 如果下下都用慢游 就真的挺不值 今天介绍这个APP 叫做WiFi Finder 顾名思义就是找WiFi热点的APP 强就强在 可以找到超过144个国家 差不多55万个WiFi点 这个APP有过类功能 会帮你区分哪些WiFi是收费 哪些是免费 例如绿色的标示就是免费的WiFi点 就快去日本东京旅行 找到哪里可以上网 输入城市名 在地图上就会显示 这个城市所有的WiFi点 除此之外 还会告诉你 WiFi是什么类型的地方 是餐厅 车站还是商场等等 走了整天 想找一间咖啡咖啡 顺便上网看看今晚去哪里吃饭 咦 原来东京都有很多咖啡咖啡有WiFi 这间近着邮局 可以顺便去寄明信片 还有免费WiFi 就选它了 按进去 有间咖啡咖啡的详细地址 还可以step by step 加上你怎么去 如果当失了路 你也可以按这里 让APP自动去找 来你最近的WiFi点 说到这里 心碎清静的你 可能发现一个矛盾位 我就是上不到网 才要找WiFi 如果上都没有用APP 还需要找WiFi呢 其实用GPS 这个APP便可以用到 如果想准备充足一点 也可以在事前 下载定个离线数据库 将所有WiFi热点的资料 都储存在部机里面 不会太压位 38MB左右 那就连GPS都不用用 随时知道 最近哪里有WiFi上网 以后都不用信 慢由贵 到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